欢迎订阅巴西讲 我是安悠琪 哇 这个礼拜的新国会啊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呢 真的是抢尽风头啊 在立法院呢是火力全开啊 对官员只准我质询 不准你回答 而且狂提法案狂闹笑话 但另外一个效果呢 就真的也彻底把民众党边缘化了 让民众党真的成了那立法院 没用的巴西吗 而另外呢 基隆市政府竟然已经强行登记了 这个东岸广场的产权 所以有律师大骂呢 这根本是霸王硬上功 可是呢 这个基隆市长谢国良说 这本来就是基隆市政府的财产 没有问题啊 但是真的没有问题吗 而谢国良的这个家族的事业 基隆二姓呢 这两天被爆出 竟然私底下呢 这个要员工来联署 推动罢免议长这个佟子伟啊 那这个事件呢 虽然表面上 市长谢国良跟童子伟两个人 已经握手破冰了 不过这个事情真的已经降温了吗 现在居然传出哦 虽然谢国良嘴巴上说 我不赞成任何形式的罢免 但其实根本还没有放手吗 而且呢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哦 其实呢 在说要罢免议长 但是议长这一方的这个支持者呢 现在情绪已经被激化起来了 所以据说 罢免谢国良的活动 今天已经开始正式启动了吗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李昆成 安琪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右起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右起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民党桃源市议员林涛 右起姐大家好 财应者邀秀品宽 右起好 今天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 哇 这个礼拜 这个国会的这个重炮新闻不断 而且看起来 很多都集中在国民党立委的身上 最抢眼的当然是国民党 这个新科立委 翁晓菱了 他呢提案呢 这个总统应该采取二轮制的投票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藐视国会 等等的这些这个法案呢 这个所谓国民党的这个国会改革无法呢 诶 怪了 还现在都已经复委了 而且绿营都没有党了 让他一读全过了 为什么 因为绿营等着看笑话吗 好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翁晓菱的这个 总统二轮投票制的提案呢 被批评说是违宪 是不是蓝营输不起 是不是为了要卡柯文哲 龚晓菱生气了 他说 我提这个什么总统二轮投票制 不需要修宪啊 而且总统选制 本来就应该与时俱进啊 而且他说 这还可以避免被迫弃气宝 这不是司马昭之心吗 但是翁晓菱说民进党 骂我毁线乱政 还批评我没专业没学问 告诉你们 我的法学素养跟学问 还轮不到这些人来品头论足呢 还说我的法学著作 博士论文都已经全部上网公开了 你们有兴趣找茬的读者 赶快去买 但是呢 他也呛响 库存不多了 而且不便宜哦 要花不少钱哦 但是呢 连民众党的这个主席 柯文哲都觉得 哦 捡到枪嘛 赶快跳出来说 哎呦 我觉得国民党也不要那么有自信啊 到时候谁赢谁输 可很难讲呢 那另外呢 这个 蓝委呢 也不满 这个 渝传的这个争议 说呢 是民进党政府甩锅 还呛响说要裁撤这个陆委会 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更说 民进党是要制造问题 还是要解决问题呢 好 那这个民进党呢 则是请国民党老实交代立场 你现在到底是要为海巡弟兄发声 还是要帮着中共打压第一线的执法人员呢 那今天最新消息是监察院出手了 要针对这个事发当时没有录影 也觉得这个有问题 还有装备不够的问题 所以三民监委呢 现在已经申请要自动调查了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部分呢 在立法院拼命抢声量 不过呢 他们的提案呢 表现却 这个被批评是民主倒退 所以这些表现呢 也被前立委 沈富雄 这个痛批啊 国民党就像一只有52条腿 头很大的无脑章鱼啊 说持续的内容跟提出的法案 不整齐也没内容 再不改革 不懂贴近民意哦 以后就算改成两轮投票 你国民党也赢不了啦 而且呢 我们再来看看 除了这个翁晓琳啊 除了这个渔船的争议之外呢 好 罗志强 罗志强就NCC的法案呢 也在立法院的要求表现 但是他持续 这个陆委会主委邱泰山的时候呢 是这个疯狂的提问 却不给邱泰山回答 而且还说 你不要给我插话哦 后来呢 邱泰山终于可以讲话了 这个时候罗志强却跑了 那罗志强怎么讲 我是为了准备五场直询哦 那所以赶场的时间很紧凑啊 我可不是丢了问题就跑啊 我换场时间才是用跑的 而且还差一点踩空楼梯跌倒呢 好 但是呢 这个当然民进党也是这个大酸啊 可是我们这个综合起来 看到这个国民党在立法院的表现 真的是荒腔走板 好 那关于这个就先请到这个学委了 你怎么看这个国民党这个礼拜 在立法院的表现啊 我们看说 立法院在这个会期 他也应该是产生新的民意嘛 对不对 很多老百姓眼睛睁大着在看说 立法委员他们的各种表现 到底为我们老百姓发生了什么 执询了什么 了解了什么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 最关心的议题有没有 到目前为止 我是真的没有看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我眼瞎还是眼盲 我是没看到了 有看到的欢迎你们提出来 对不对 我讲说之前 我常讲说我们政院里面 内阁官员很多的州处除三害嘛 要把这个害虫给除掉 现在我发现立法院里面 方腔走板的这些害虫更多啊 对不对 我们先讲一个好了 当然现在很多立法委员 想要说表现自己一下嘛 我好不容易当立委 对不对 尤其新科立委 我要先抢战功 抢政绩 抢绩效 好了老百姓深深的记得我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是你今天求表现的过程之中 让人家觉得说你真的是荒腔走板 老气无尽电嘛 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什么 国民党的部分去翁晓玲 你现在讲说什么 突然提出来一个总统副总统两轮投票制 而且他还现在拼命跟所有的网友在那边战 人家讲说你是违宪对不对 他说我哪有违宪 我没有违宪啊 我说宪法的本意哦 最早的话36年行宪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告诉你说 总统是倾向于多数字嘛 所以第一次没有多数的话 绝对多数啦 第一次没有绝对多数 我就再投第二轮 把它投出来为止 那我很想问你 36年的宪法跟后来的征修条文 有干戈吗 对不对 我们之前是代一制 是国民大会投票 所以那个时候叫做间接选举 是选由国民大会来投票 选出总统副总统嘛 后来改成全民直选哦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 直接选举 直接选举跟间接选举的差异在哪里嘛 这个立法精神不同啊 所以那个征修条文是在修计就对了 所以那个时候叫做间接选举 是选由国民大会来投票 选出总统副总统嘛 后来改成全民直选哦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 直接选举 直接选举跟间接选举的差异在哪里嘛 这个立法精神不同啊 所以那个征修条文是在修计就对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能够老是讲这些东西 都觉得说 而且你看他跟人家赞网友赞什么东西 我还说我是慕尼黑大学的 法学硕士博士 我的论文啊 著作啊什么东西 你们都可以去看啊 对不对 这表现像这个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这个硕博士吗 不是我是觉得说他讲的这种话 就是一种学者的态度的傲慢 对不对 你这个还没有适应说 你今天的身份转换啊 对不对 你跟他设计很容易设计你设计人对不对 对你就很恐怖 跟你占学历 就跟之前有一个人说喜欢占学历一样 那你就把这个搬出来 叫人家去买书 你趁机在卖书 书是自销还是怎么样 那赤不厉贵呢 他说很贵啊 对啊 法学的书都不便宜啊 很大本啊 所以就跟你讲说 不要再搞这种东西 你现在是立法委员 看看人家立法委员怎么做 好那第二个立法委员就黄国昌 黄国昌 他办公室开箱嘛 对不对 他现在是沿用赵天林的那个办公室 他说你看我都没有装潢 我都没有改变 我顶多买桌子椅子柜子摆一摆 而且里面都是资料 这些资料是我以前当立委 2016到2020年 所有要追踪的议案跟议题 所以你看 所以他就开始有讲说 而且那个陈志涵还出来讲 他说立法院里面猫腻虫虫 他说搬几个桌子 从里面搬到外面就要锁架 他好几千好几万 韩国的你有听到吗 你不是说要查 这个搬桌子为什么搬来搬去 就要花那么多钱 这个查一下嘛 这个已经有具体事实 这个陈志涵可以当作举发人 所以如果未来在调查 这个弊案的时候 可以把陈志涵传为证人 或黄国昌传为证人 他就讲说第一集开箱叫做国会台八线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很奇怪 台湾哪有台八线 不管了 可是我发现你们如果在都是讲这些内容 说这有的不的 我是觉得你改成 那个国会土八路会比较 土八路 对啊 如果说真的台八线 你这八位立委真的没发挥功能 声量最高的黄国昌竟然也是这样带头 这样乱搞 所以你接下来其他立委 你觉得还有什么表现可言吗 对不对 那不管了 那第三个 我就觉得那个罗志强 罗志强我真的是有夠憾 你司法法治委员会 你不好好在里面 到那个委员会里面开会咨询 他今天跑了五个委员会 他去咨询 像他咨询邱泰山那个就很好笑 他就一直丢问题出来 人家咨询时间是什么 立委跟官员是共用这段时间 你要让人家回答 你只丢问题 不等人家回答 也不让人家说明的话 那你丢这个问题有何意义 他还跟人家讲说 我昨天跟助理 挑灯夜战整晚都在准备议案 就是为了今天咨询这些官员 要跟他们睡眠 对不对 睡眠睡了又怎么样 我要看到的答案没有 对不对 他还讲说我今天跑五个委员会 叫为人民而跑 走到那里面拨头 我就跟你讲说 人民会希望你这种立委吗 这种问证品质吗 你把问题丢出来 你也不等人家有解释 有说明 那你说真的 你问题丢出来 那就丢在那边 问题还是问题 永远得不到解答 那你跑了要死要活 你跑这个干什么 我是觉得说这些立法委员 刚开始人家说有新气象 原来看到的新气象 就是这样胡搞乱搞 所以就觉得说 这个立法委员 自己真的要检讨 那我觉得陈建仁 我说清楚 剩下最后几个月任期 把腰杆挺直 该做的还是要做 不要让你的官员在下面 立委跟你胡搞 你官员也不能够胡搞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说 官员里面有哪些新伤害要除掉 不过冠婷你怎么看 这个翁晓玲提出了 他自己认为 已经与时俱进的 这个总统二轮投票之后 柯文哲逮到机会 马上出来吐槽 国民长你这么有自信吗 都说谁赢谁很难讲 然后在这个遗传争议的部分 坦白讲这个真的就有进行 这个实质的讨论 结果陈雪生说 警告你 这个炸蒙跟攻击台湾 小心被一口吃掉 然后结果这个朱立仁出来讲 对啊 你们民进党到底是要制造问题 还是要解决问题呢 当然监察院已经出手了 针对那个没有录影的部分 希望我们这个海巡弟兄的装备 将来能够更齐全一点 不然怎么会没有录影 那你怎么看 这个国民党在这个立法院的质询 包括了这个罗世强 不给问不行 我要问的问题很多轮 不到你们官员来回答 那到底是在问什么 你怎么看 出事了出事了 什么出事了 出事了啊 柯文哲开心了啊 为什么 立院立委就任才一个月又七天 国民党现在大家立法院的记者都在想 到底要找哪一个是三保 哪一个是四呆 哪一个是五傻 三保四呆五傻是谁 目前都还在盘整中 不知道是谁 可是已经磨刀磨磨了 每天都在出包嘛 现在大家关心政治的观众朋友都在讲说 我一天就看两个新闻 一个是今天立法院又搞了什么效 第二个就是看谢国良 有没有讲什么奇怪的话 就是两个新闻而已嘛 我随便讲几个 新科立委也是立委好不好 你是立委 立委就是要像个立委的样子 像李昆臣立委这样子 郑敦君子 然后一副很有学士渊博的样子 你这样讲一讲他等一下不敢骂人 不敢骂人 该骂的还是要 廖伟祥 大家前阵子认识他是什么事情 大家讲出去抽检 抽检食安 然后行政院是抽检 为什么没有全部抽 就被蔡逸余呛 你去验血会全部把你血吸干吗 你要全民验尿吗 全民验尿 他是抽血全部验血 不是啦 他这几天又搞了一个 真的是超大包 我们这四月一号有个新制就是 健保新制要上路 然后是药价 多数的慢性病的药 四五千种都被降价 那其实本来担心的问题是 因为降价了后面演习的问题 结果廖伟祥反过来问 他跑去询问博服部长 引发三万个中华民国的药师 炸掉了 你有看过什么时候药师公会 直接骂说 严重偏离药局普遍事实 立委提出囤药问题 本会严正抗议 他直接去指指说 这些药师们囤药 不是这样吧 这完全相反了吧 你可不可以用逻辑就好 我用国小逻辑 四月一号要降价 你现在囤了 四月马上降价 你不就赔了 那你还引发了三万个药师 跟他们的家庭 全部都赌篮 觉得你到底在干嘛 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后来他就觉得说 他要选你这个立委 真的很没进入状况嘛 这是廖伟祥再来罗志强 罗志强刚才很多来宾有分享 我要讲一个点 他今天很多人在讲说 你咨询五个委员会 几个委员会 没关系 你要咨询那么多委员会 尊重 但你要做好准备 我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是 你骂邱泰山 没关系给你骂 你不能不让他回答 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立法委员 给部长完全不讲话 到后来是高级数没看不下去 不是我们讲你说我啊 昆成民进党的不客观 你有看过那种官员被咨询完之后 罗志强下来 高级数没讲说 可不可以请主委 我给你一分钟回答 连高级都看不下去了 你就不给他讲嘛 最搞笑的事情来了 高级要给了邱泰山 一分钟回答的时候 邱泰山准备要讲 结果罗志强不见了 不见了 他就跑掉了 后来邱泰山本来还想要讲 后来现场民进党立委就想 不用讲了啦 问题的人都不在你讲给谁听 而且现在老百姓的立场 你执询了半天这些问题 老百姓想知道官员怎么解决啊 你怎么不让他讲 我们在意外对不对 工坊 今天哪怕是要跟市长跟政务官 你挖一个坑给他跳 你东西揭发了 你有听他讲啊 你听他走进你的陷阱 逃不出去 这才是厉害的名代表 而且老百姓有资的权利吗 我也想知道官员怎么处理啊 那我跟大家破解一下 罗志强今天的理由 完全记不及解验 他说他要赶场啦 后来很多人去列的说 他第二场咨询11点多 第三场是12点 明明还有一个多小时 他说他赶场 赶到跌倒摔倒了 好辛苦喔 好辛苦喔 不好意思 小弟我当过国会助理 你的办公室有问题啦 那我跟大家破解一下 罗志强今天的理由 完全记不及解验 他说他赶场啦 后来很多人去列的说 他第二场咨询11点多啊 第三场是12点啊 明明还有一个多小时 他说他赶场 赶到跌倒摔倒了 好辛苦喔 好辛苦喔 不好意思 小弟我当过国会助理 你的办公室有问题啦 为什么 谁需要用跑的啦 赶场只需要做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赶不及 打电话给 同党籍的立法委员 会有人到现场的 调换次序 换次序 人俊哥是资深国会记者啊 换次序 他可能跟其他国民党立委不熟啦 不认识喔 不认识 不认识 没叠话 没有你连换次序都不会吗 这我没当过立委我就会啊 我当过助理嘛 罗志强你用这个理由 大家听不下去 然后觉得说 你就只是想要干嘛 如果今天没有讨论这一题啊 昨天大家没有看到画面啊 网路上标准罗志强等人 他们会剪出的影片就叫做 罗志强电报邱泰山标题 然后抖音啊 社群平台 然后就放 他要的是他 骂官员的画面 让他支持者 嗨 可是经过这样子 大家看完之后 说真的喔 昨天罗志强这个咨询 连蓝营很多人都觉得不OK 因为你要让人家打嘛 对啊 所以这个 这绝对不是加分喔 再来第三个 不然你还那么爱讲 自己晚上回家去直播就好了 看直播就好了 你要不要执行干嘛 再来第三个 翁晓琳 翁晓琳喔 那个什么总统绝对多数啦 这些等等 我们都不跟他计较 反正大家最近对他有批评 但你凭什么去讲说 我的学问 轮不到这些人 评头论足 哎呦 哎你看喔 之前是上对下 官员是下 我是上 意思是什么 你们这些低下的人类 无法对我评头论足啦 我学者呢 好了 他的危机处理方式是 在脸书po 他的论文 跟他卖的书的连结 买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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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就可以了 不是啦这个核心是输不起嘛 对我来讲 这根本不是新东西 24年前 阿扁当选总统 国民党都吵过一轮啦 说绝对多数才是多数 绝对多数才是多数啊 不是啊 蔡总统总是过半吧 你没有说 怎么一党独大独裁 怎么样都不对 赢你的时候一党独大独裁 对啊 然后那个 那个我们现在商党不过半哦 就是赖金德 没有绝对多数 不是啊 话都你再讲就好了 真的 所以所以 没关系 我好像很期待 欧晓琳其实我现在不想把他骂倒 我在最怕领导跟朱立伦建议开除党籍之后 可能那个他 我们就没有多一个话题 欧晓琳他的状况是 他非常讨厌人家挑战他权威 他一连天的好几篇脸书都在讲 我的宪法的那个指论文啊 等等等等 一直他被人家讲说他不懂宪法 他非常的defensive 然后会非常的觉得说这要捍卫 好了我们后面等着看再出什么包 最后一个我讲大是大非啊 笑完这三个立伦 关键是这次海巡署的事件 你到底有没有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在看待这些事情 说真的事情发生之后 国民党不是我要污蔑你 为什么我昨天三问朱立伦 朱立伦你要回答清楚这几个话题 是因为国民党不是单一立伦 没有在帮国内的海巡署讲话 而是附和中共 谁在3月6号讲说海巡署要忍耐一点 不要挑衅 这八个字一个字都不是昨晚挺讲的 国民党立委陈雪生 国民党的吧 2月22号国民党开记者会 洪梦凯质疑说 海巡署你执法的时候 你录音照片在哪里 好没关系 你质疑我尊重 那是林思敏直接骂海巡署 罗斯松到极点 黄建豪直接讲说 你们要赶快跟对岸沟通 不要让恶意的螺旋 持续上升 好啊你们讲完话了 我现在正式问三个点 第一个点 你今天海巡署执法 中国是直接讲 这叫恶意执法 恶意执法 朱立伦你接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国民党立委接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第二个 他讲说今下 近限制水域 致死不在两岸当中 完全否定近限制水域 你知不知这样的说法 第三个 他直接说要把海巡弟兄 送中调查 国民党你知不知这样的说法 我没有看到国民党跳出来讲说 我们不支持 也许林涛等一下会讲 他不支持 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你看我现在前面那些计时会 全部都是在批评我们自己人 然后面对我们合法的执法 然后现在被对方污蔑 然后被中国直接还讲说 海巡人要去中国调查 你们作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有讲过一句话吗 你们作为国民党的整个 国内现在是立法院最大党 你们有讲述态度吗 所以讲完三保四傻 五呆随便 大家每天朝一方都笑 只会觉得说 当时国民党告诉大家说 立法院投他们 因为要制衡 要监督 可是监督到怎么样 我说真的啦 还是回来本来话题啦 爽到柯文哲啊 柯文哲目前看起来 几个民众党立委是跌跌撞撞嘛 可是他们每天搞笑的程度 没有国民党这么搞笑 华国昌声音大声一点而已啦 然后那个有一些法令啊 修得怪一点 麦玉珍讲话逻辑 我们听不懂而已啦 但是比起国民党这每天都有新的 出逃会觉得国民党真的会被民众党比下去 而且柯文哲现在正在发愁 我都没有可以抢声量的机会了 好了 翁晓玲丢了一个总统二轮投票制 马上呢 柯文哲逮到机会就跳出来了 所以就请到领涛了 柯文哲也讲嘛 你们国民党如果真的来一个二轮 你真的以为你选得赢吗 不过你说 你是支持这个总统 这个二轮投票制的 是怎样是怕这个翁晓玲吗 你没有学问吗 那当然啦 国民党这个礼拜 在这个立法院的这个表现 支持者也认同他们的表现吗 就你听到的你的了解 基本上我先回冠庭 刚才讲了三问朱立伦 好棒 这个冠庭 正式回应 对 冠庭回应之后 我马上发出三问赖清德嘛 因为基本上520之后 赖清德要接任 那接任之后 针对这个问题 你也必须要解决啊 第一个 你说未来会避免这样状况 你具体的做法呢 第一问没有嘛 三无嘛 第一个没有 你没有具体的做法 第二个 密入器你有沒有谴责 这个海巡署或海委会 怎么没有让我们基层 同仁挂这个海委会 挂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密入器 对不对 你也要谴责嘛 第三个 接下来面对两岸的争端 只会越来越远近 因为接下来美国 年底要选举啊 如果相关的冲突 你做总统的准备是什么 如果你这三个都不发言 也不准备 那你就是三无总统嘛 或是我就直接直接质问赖清德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 我觉得应该是要共同来讨论的 那可是回到立院啦 说真的啦立院有表现好 有表现不好的 那像 有哪个表现好的 谁 哪位 像昨天就有一个很经典的 我认为他是国会的 这个直询或是打询的一个 一个点半 叫做陈永康 他直接跟邱国正的对答 针对ROE这个整个的交战手辰 要把他变成我们国军的SOP 希望未来在整个面对两岸局势的升温 能够马上有一个垂直的指挥链 能够因应这个局势 很厉害很专业 英雄习英雄 才会后来邱国正说 这您的建议真的非常好 我们回去来做研讨 那这就是好的直询嘛 因为你够专业 然后呢你够有底气 这个陈永康的这个 后来连王定宇在直询的时候 都肯定陈永康 对啦 好的立委我们当然还是要给你肯定 所以你看国民党 不能列币驱逐良币嘛 表现不错 还是表现不错 可是我们必须要讲一下 这个二轮的总统制 我先回应柯主席 就是台湾民众党 依照这个相关的民调 跟这次选举结果 看起来如果二轮投票 国民党应该是会赢的那个嘛 因为过去 2024刚选完局 你是不是看了黄山赛假民调 没有啦 因为总统你们输的时间也很长 不然干嘛吃老三便当 不是可是你选举一定是最后一天嘛 因为他的二轮投票是 选举的最后一天的后面的14天嘛 所以你再怎么样 你是看民调的后面 看民调的后面 看起来是国民党比较优势一点 假设以这个逻辑来讲 不过我以为是民众党一直走不出去 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还没走出去 看起来就是他 我们已经走出去了 因为他们还没走出伤口 那我希望就是说 他不要再参观一下 相关的假民调 好回到两轮制的 这个总统制的选票 我认为任何一个立法委员 他要在国会彰显 他过去的研究 无可厚悲 因为台湾他是一个 办总统制的国家 跟双手掌制的国家 如果以法国来讲 他有两轮制的投票 所以他要看这个芬兰 这个芬兰或是奥地利 或是相关法国的经验 用在台湾来做一个 现在的讨论 我却无可厚非 可是我必须要提醒 相关提出这个委员 态度 我很持平的论述 我不是因为今天国民党 我就要护航就要怎么样 持平来讲三大问题嘛 第一个立法委员任何的好跟坏 大家可不可以品头论主 当然可以啊 谁说不行的 没有任何人不能评价你的 你现在不是在学校 你自己的领域 在国外可不开评论论 当然是开评论主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我们一直在讲说 这些部分去立法委员 其实是学养很好 富有专业 那你应该是引领的新议题 往前走 而不是自己变成议题本身嘛 要避免啦 第三个 任何提出你的这个相关这么大的提案的话 可不可以先跟党内讨论一下 你党内要有方式才能往前走嘛 他说是你们拜托 拜托他的 先卖书先卖书 他专业是你们拜托他去当立委 好谢谢 但我不知道他要提两轮投票 你要跟党内先讨论 所以我很持平 就是说国民党 现在目前看起来 昨天陈永康真的是全部分朝野全部支持 对的 然后这个翁晓琳他要提二轮投票制也没问题 可是刚才我讲了三点 可不可以稍微做一个调整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有选民的压力 很多选民跟我讲说 你那个相关那个态度 你还是要符合大家的期待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磨合起 为什么 因为520前 这些叫做看守内阁在代退 对 那你要叫这些立委怎么样 这些官员他摆烂啊 他站在那边 他接下来又不是他 那他讲的话算话 520之后算话吗 不算话 所以我觉得现在变成520前 对这些立委是rehearsal 然后是软身 然后是一个观察期 520之后我们也可以给一些观察 特别是我必须要讲 宥琪姐 今天台股破2万点 然后陈建仁去呛立委什么 你不高兴吗 你不喜欢吗 抱歉我自己没有买股票 我就觉得还好啊 不是 这个股票破2万点 你有后悔没卖 股票破2万点固然是好事 可是这代表你的政绩不能被检验吗 这是两回事耶 人家在问你的政绩 然后你直接弄一个逻辑 就说那我们现在这个破2万点 你不喜欢吗 你不喜欢吗 什么态度啊 你一个看守的内阁搞得是像战狼一样 开什么玩笑 以前的陈建仁到哪里去了呢 那这个苏丹宏呢 10N的危机呢 现在不是单一的事件耶 是你去年年底11月承诺逐批检查 所以廖尾翔再讲说 2%被抽检 其他98% 他的意思就是说 是你自己政府承诺要逐批检查的 那逐批检查完之后 2%出现问题 会不会有第3%第4% 我们全民都担心嘛 所以现在很多县市是一样 午餐先暂停 还有接下来 挂号被要上涨 店家要上涨 难道你这些官员 站在那边毫无解放吗 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耶 这些真的好像是赖清德清理战场 赖清德同不同意现在的做法 还是他很期待520钱 先让这些不管是店家也好 挂号被给你涨一涨 我上去我就比较轻松自在 我就民调不会被影响 不会 因为民众认为同一个民进党政府 要继续执政 8要加4 你不要 我觉得现在赖总统 他当然会觉得 就是说这些议题 我不用表态 可是现在你不要以为 这是蔡政府的坑 蔡政府的锅耶 你520之后 对你的民调就是挑战 就是考验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国会 不管是蔡政府 或接下来赖政府 真正的考验 在520要见正章 不过呢 当然要问当事人 昆城委员这个礼拜 在这个立法院 有没有觉得大开眼界 翁晓菱 不只是说轮不到 因为他讲的是这个绿营的 不只是轮不到 你们这些人来品头论足 害抢国民党 是你们拜托我来当立委的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 这个状况 难怪他发文 是不是这个底下 我们看不到国民党 什么人去深远 一点同胞爱都没有吗 那当然还有这个罗志强 罗志强这个人家很认真 我准备了五场咨询 我要赶场 这样子不行吗 所以你怎么看 当然这个关于 这个三五渔船的争议 到现在其实还在持续的 这个进行当中 看起来国民党 并没有因为外界的这个抨击 你为什么都是在骂自己人 那为什么去帮对方讲话 连党主席都出来讲说 你们民进党到底是要制造问题 还是要解决问题啊 你怎么看这些状况 我自己是新科立委 那所以说我以为看说 其他新科立委的表现 有好的我们就来学习 那坏的就要避免 那我看今天大家讨论的 都是我要避免的啦 就是說 像我自己在财政委员会 那当然我自己的本委员会 问完之后 我还可以去 譬如说我这个礼拜也去了 这个交通 内政 经济 那当然 这个我们在立法院是这样子 大部分的 这个问的这个会议室 就在红楼的会议室 不然就在曲心楼 其实也没有隔很远啦 没有隔很远吗 也其实也没有隔很远啦 红楼就是在那一栋而已嘛 所以我感觉罗志强跑很久欸 有时候就在隔壁而已啊 比如说 而且 红楼拆三层楼 三层楼啦 基本上开会就是一二三楼而已啦 其实都在隔壁 那所以说你说 好那就算他真的很认真 用跑的 但其实也不能否认说 他的这个登记 这么多质询委委 但是最主要的 就是说 你在问的时候 有没有让政府官员回答 所以刚才林涛讲说 欸 陈永康 这个表现得很好 是因为他在问的时候 第一个有专业 第二个他在问的时候 有让官员 有让这个国防部长回答嘛 所以有问有答 那这样大家才知道说 那你问的是什么东西 对 政府的缺失在哪里 那要怎么改进 我相信一个立法委员 在咨询的时候 不是只有骂嘛 那我发现罗志强 因为我跟他同场过几次啊 就发现说 他的问法是这样子 他就是 比如说这个 在这个其他的委员会 我们列席大概六分钟的时间 本委员会十分钟 六分钟时间呢 我就看他一个人 就在一直骂 一直骂 如果说这个部长要回应的话 他就说 这个我没有叫你回应 你不用回应 你不用插嘴之类的 那所以呢 把这个六分钟讲完之后 那你也发现说 那他到底他问的东西 那部长要回答什么 那后来发现说 我觉得说这种 这种提问的方式 是最不用准备的 因为你如果有准备的话 就是你问 然后政府官员回答 然后回答之后 你还要就他回答部分 再做反应嘛 但是你如果说 你自己就一直问问问 罵罵罵罵罵罵 六分钟讲完了 以上 他就走了 我看罗志强是这种方式 对啊 他就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 但是他可以把这个 剪成三十秒的短影片 就是说 我大概可以想到说 三十秒短影片 就是说他一直骂官员 然后官员撒在那边 愣住了 没办法回答 所以罗志强 直询 让官员无法招架 这个让我想起来 以前那个政太极 把警察机长 架来骂一骂之后 他就全部剪成光笔 送到选民的那个助理家里面 所以他准备五场咨询 根本就为了做短影片 我当然是这样的 因为我听到 我只剪五支 我只剪五支 三十秒耶 至少我两场是跟他同场的 那我就发现说 因为他大部分都是问 然后不让官员回答 那我觉得说 这种是太容易了嘛 那还有一种是像翁晓琳 那翁晓琳 我觉得他咨询也是 也是很有趣 就是他提到说 他是个什么 总统两轮制 那刚才都提到了 总统两轮制 大家其实说 征修条文已经讲出来 就是说最主要他的精神 就是相对多数嘛 得票数多的就是赢嘛 然后他说没有 他这个 这个是按照民国三十六年 按照当时宪法的规定 这个总统选举报名法三十六年 宪法规定就是说 一定要超过半数 绝对绝对多数才能当选 可是不要忘了 当时是国民大会代表 国大代表选的耶 那是选间选举耶 所以国大代表多少人选 大概就几百个人选嘛 那几百个人选 他就说我们就一直投 投投投投投到过半 那是国大代表在选而已 不是像我们这次 征修条文之后 我们是全民普选嘛 天哪 这也差太多了吧 所以他是用三十六年的 这个宪法 还有那时候 这个总统选举报名法的 征修条文 就说你看我们就知道 回到七十七年前的 民国三十六年的那种精神 可是错了 那时候是国大代表选 是间接选举 我们现在是全民普选 所以没有办法像这个翁晓琳讲的 说我们要一直投投投投到 之后有超过半数七百万人 才能当选 他在讲是老国代的时代 所以在讲全民选举的时候 这个叫与时俱进 所以他是老国代的时候 所以你看 连国民党都不敢附后 我看林涛他有讲说 你提这种案子 至少先跟国民党讨论一下 我看很多国民党都没办法理解 但是今天已经复委了 今天参业 你们是故意的是不是 竟然没有反对 就让他复委了 今天复委了 基本上我们有默契 就算是很荒唐的案件 也是会让他复委 然后到这个委员会再讨论 我看很多国民党都没办法理解 但是今天已经复委了 你们是故意的是不是 竟然没有反对 就让他复委了 今天复委了 基本上我们有默契 就算是很荒唐的案件 也是会让他复委 然后到这个委员会再讨论 然后有一种 就是说像那一个廖伟祥 刚刚大家都提到 廖伟祥他之前是讲说 那个食药署 他问这个卫福部 就说你们这个瘦肉精 怎么可以只抽3%呢 另外97%怎么办 这个陈建仁他是工卫的专家 他说这就是抽样 对啊 这就是抽样嘛 你抽样的一定的比例 代表可以推论这个母体 是没有问题的嘛 对啊所以说 他就说抽3%不行 要全部都抽 这已经是笑话了 这是丑医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罗廷伟 罗廷伟他也是说 这个乙型受体素 为什么这个 现在测不出来 他建议要验尿 要验尿 真的要验尿 全民验尿 还全民验尿 对他就说 是不是大家这个 吃了这个 这个瘦肉精 乙型受体素之后呢 这个药 到底有没有影响 要验尿才知道 那可是这个 卫福部长就要讲说 委员 因为有一些药的成分 其实是含有类似 乙型受体素的成分 所以第一个 你这样验没有用 第二个 这个也会代谢掉 所以你这个 全民验尿这个 是行不通的 是罗廷伟 那还有一个叫 劉许婷 那大家知道 劉许婷他是问 我们的陈建院长 他说你平常跟 这个天主祷告后 是讲什么 是问什么 是公事还是事 那我觉得陈建院 回答得很好啊 这是我跟天主的事 关你什么事 你在立法院 我们的资讯世界都很宝贵 真的 所以你用那些时间 要来问说 这个宗教的事情 在立法院 在总执行 你就是要问这个 政治的事情 问福国立民的事情 问说 那个选民给你 选拖的事情 那我发现说 现在国民党的立委 真的没有在问 这些事情 那所以你看 现在为什么这个 国民党要推这个 藐视国会案 为什么要推这个 我是觉得说 他们推这个 用意在于说 如果今天 官员纠正你 比如说像这个 衛福部长就 纠正他说 隐形受体数 可能会带一些调 或是有些 陈药里面可能有 你为什么不去开会 你现在叫我来 这里开会啊 你如果这样回答 这个委员 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藐视国会 因为你 这样搞不好 就被抓去关了 因为你让他笑不了台 他说你藐视国会 或是说当你要问这个 部长院长的时候 那他就回答你 然后发现说 你接不下去的话 你藐视国会 因为你让我接不下话 或是说 你反咨询 你让我接不下话 或是说你插嘴 这些都可以用这个 藐视国会啊 所以我现在发现说 国民党他们用 这个藐视国会 来掩饰自己的 这个无知 跟无能 很严重 只要我讲错话了 你藐视国会 不是我的问题 这个我这个 咨询的问题 这个看起来很 这个荒唐 你藐视国会 这个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呢 所以这个国民党 推了这些法案 看起来是说 打这个国会改革大旗 实际上 我认为 也是他们在咨询的时候 这个非常荒谬 然后非常让大家觉得说 你真的是 真的是 新科立委表现 就是这样子吗 而且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国民党立委 这么让人家傻眼 最主要原因是 这个礼拜真的 这个可以监督的议题 实在是太多了 就请教这个学委 因为你看 包括大家非常关心的 到底可不可能涨电费 怎么个涨法 然后包括了这个 健保费 这个对不起 是挂号费 要取消上限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还有大家很关心的 苏丹宏 现在的这个状况 到底控制下来了 没有 那再加上呢 这个金门海巡 有关于我们主权的这个地场 所以这个老百姓 当然也很关心 那国民党不停的这个失分 那我们看到这个金门的事件 现在这个国防部长也讲后续 他现在每天都睡不好 提心吊胆 为什么 因为他也担心两岸会 扎枪插枪走火 那这个国军爆发十天 六件惊人轻生的案子 那邱国正说 有些人看他性比较弱 所以大家会担心 他都还没打仗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这个状况 加上我们现在第一集要件改变了 只要共激或共建 我们认为他有逾越 我们就可以第一集了 那在这么紧绷的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这个状况 承接人说这个要能战才能止战 那这个当然国民党 到底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些 每一个案子的这个关键 你怎么看 我先讲一下这个邱国正有没有 他叫做自己每天都睡不好 提心吊胆 但又两岸插枪走火 我觉得邱国正该担心的事情 还很多 我讲说周储除散 心伤害 邱国正就是其中一个 蛤 蛤 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 最近国军 光不明原因 包括什么青生什么东西 死的人 比以前多很多 大家可能不知道 十天死六个人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常常讲说 你当然也要紧张 对不对 要紧张的时候 你就开始 旁边就自己都想不开 等到打仗的时候 那怎么压力更大 他说国军十天死 死了六个人 对 他说有些人抗压性真的比较不够 现在都没打仗 你就讲抗压性 那我们军队里面的心服单位 你要不要做一些心理辅导 那你有没有查原因说 问题在哪里 对不对 那你总不能说 每天都担心的睡不着 你应该要从国军内部 整顿开始 问题在哪里 这真把它查出来嘛 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说 那个那个 卫福部那个食药署 有没有 我是觉得卫福部对于这个 苏丹色素 现在不是只有苏丹红 叫做苏丹色素 为什么 除了红辣椒咖喱粉之外 现在连那个清辣椒粉 白辣椒粉都有 对不对 去年五月就发现 中国苏台的辣椒粉 不合格率偏高 去年十二月十一号 才采百分之百的逐坯查验 到了今年三月一号 到目前为止 已经下降大概四万公斤 哎 到底多少人 跟今天卫福 竟然还有查到那个辣椒粉 那我就觉得说 到底还有多少东西 没有查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 之前不是花了七千多万 设立了一个什么食品云 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食品 这个食品进口商 我们要进行追缘 溯源 追踪管理 后来发现 金本都是假的 对不对 只有百分之二的人 厂商去登记 为什么 你就用团善 你要做学生 营养午餐的团善的话 你就强迫 你一定要去登记 那其他的 完全没有 对不对 那你今天告诉我说 哎 我们食品的那个进口 有没有 长期没有那种流向管制 包括你说过期的 极其品的销售管道 完全都没有 难怪这次进来之后 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那那个林淑芬啊 难怪林淑芬 我真的 我称赞林淑芬 别人贾票选取 你要向他看齐 是是是 好的要看齐 对啊 因为他新科立委 看人家林淑芬 为什么会长期以来支持度居高不下 对不对 哎 他竟然说 查出来说 九家公司登记在问题的贸易商 竟然在相同的地址 同样的 一样的负责人 进口差不多一样的食品 对不对 像一个人四个月的 对不对 你买到这样 借牌上市 九家公司 你以为是什么 幕后都同一个人 这个抓起来叛 叛叛叛 我真的是 这个真的要拔晒 所以林淑芬就骂了 那个食药署长 那个吴秀梅 你是咬牌不上当 我是觉得不是咬牌 现在吴秀梅 感觉是脑麻跟心麻 你根本就麻痹了 对不对 今天出来开一个记者会 跟那个食安办的 那叫许甫 不是民众党的许甫 是另外一个食安办 不知道他今天开记者会讲什么 这个摄数到处流窜 你没有办法 竟然敢说什么 这个苏丹色素是第三类致癌物 跟喝的咖啡跟茶差不多 对不对 跟喝的咖啡好长 会差不多吗 所以不用太惊慌 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一两个礼拜 就能够完全都查清楚 你论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一两个礼拜 那我就告诉你 他讲说为什么叫做第三类致癌物 他就说 这叫做研究资料 还不明确 没有确定会致癌 对不对 不就等他吃到致癌了 得了癌症做这些烦恋 你别在争吓 在开箱的记者会 你是在开什么 而且台湾 環境部的化学物质管理署 就已经把这个苏丹特殊 列为毒化物 有毒的 不一定致癌 而且你告诉我说 没有确定会致癌 那就是有可能 对 有可能 而且说实在 那不会致癌 而且他第三类致癌物 不是 那不一定会致癌 可是对肝症 有没有影响你告诉我 对不对 依法就不能加在食物里 那就不行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工业用的毒化物 就是不能用 就是不能用 就是不能进到食物链里面 所以我说 你怕开这个记者会 是不是 是不是要证笑 对不对 你这个官员 对食安把关 没有半片 没有能力去做食安把关 你现在有能力 有时间 出来 背紙 对不对 我真的是 实在看到这个官员 四位素餐 要坐一下 我是觉得说 真的有夸张 好啦 那我们再讲 最后一个 糖 糖 没有他等一下会逼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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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讲糖 不能剪掉 糖凤 逼掉就好 我跟你讲糖凤 對不對 数位发展部 這個是最近 連藍绿都看不下去 大家最诟病的是什么 诈骗 诈骗 对不对 前年诈骗金额七十几亿 到去年诈骗总和多少 九十亿 那你说 花一大堆钱 说什么防大 什么赌炸 四炸 讲了一大堆 我跟你讲实在话 你知道为什么 哎 这个数位发展部 你不是人家讲说 诈骗最大宗的是什么 电话诈骗 电脑诈骗 影音诈骗 那你防堵了什么东西 没有 你知道地检署 为了要查这个诈骗案 只有抓这个人 整个地检 全台湾的地检署 几乎都瘫痪 因为他有一半以上的案件 全部诈骗案 那个一查 全部都是鸟鸟案 问题是鸟鸟案 要追查又很麻烦 包括金流什么东西 你说这个数位发展部 到底提供了什么 包括什么 个资泄漏 诈骗事件 假新闻 你数位发展部 做了什么东西 之前唐凤 当这个数位发展部的部长 日本人还称赞他什么 天才IT大使 对不对 天才 天才在干什么 人家在问到 你说 你数位发展部 为什么这个诈骗 你没有办法想办法 他说抓人的市价 剪警掉 金流的市价都金管会 他说老百姓觉得 我们防诈骗做的不错 哪里做的不错 所以邻居现在才会大骂 对嘛 出国花那么多钱 而且你一年拿多少预算 211亿 被人家查出来说 你拿那个干什么 唐凤 每天拿这个预算 没办法 做了一些什么面线 那个云 教人家吃面线 要怎么点餐的平台 那人不用你来做 给那个平台业者做就好了 你就跟人家抢这个干什么 接下来 你看人家讲说 你这个 唐凤 26次外访 对不对 接近外宾 行程只会秀英文 你自己做的事情没办法 你唐凤 接下来这些质疑的话 你到底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有点愧疚 你拿了人民的纳税钱 拿了这么多 你今天拼命出外访问 你做了什么事情 台湾现在迫在眉睫了 就是你的诈骗要赶快改过来 那你到底做了什么 不过呢 今天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来谈一下 台股今天像说大怒神一样 一大早开盘的时候 一下子就冲破2万点 创下历史新纪录 这时候谷迷的肾上限数都飙高了 可是没有想到呢 接下来呢 哇 这个股价急墜 中间到底是这个 发生了什么事啊敏宽 上下伸张400点 禁航20多年 2024年的3月8号妇女节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居然让我看到了2万点 我看过最低点的3411 那时候市场上惨淡到不行 成交量只有200多亿 而今天呢 今天我们只能说 现在是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 但台积电走完了没有 听我说完 你再去判断 不要说我跟你讲对或者是错 我们现在说昨天喔 昨天台股就已经公到了1万9700点了 但昨天的台股77%的股票下跌 23%的股票上涨 所以呢涨的少 跌的多 大家就已经心中15个水桶7上8下 今天早上蹦蹦 整个台积电公到了796块 目前尾盘收785块 上下震荡400点 散户全部都下坏了 但各位你们知道吗 当台积电在往前攻的时候 台股出现2万点的时候 上市加上跪 我看到那个下跌加速1200加 1200加喔 所以今天好多人后面看看 来到这碰到的这个纪念碑 当然我们就要举个弓 然后呢 现在就是要搅停抹游 赶快跑 但各位AI走完了吗 再跟各位谈一次喔 我把台积电的架构 虽然你是六期的老客人 你都知道了 我今天再花三分钟 简单的来跟他说一下 台积电在过去几年的一个时间 整整花了六兆的一个台币 在全世界各地包括在台湾 总共今年十座厂要完工 这十座厂要完工了 从现在开始陆陆续续的 他们要开始来做投产了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会在短短的 从今年的593块 涨到今天最高是796块 原因就是在于 这一波台股涨2000点的过程当中 台积电一个人占85% 我就占85% 但台积电的可怕是在于 台积电现在不管是AI 不管是车用 或者是未来的新型通讯 因为未来会进入到WiFi的第七代 所以现在新型的 这个都在用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今年的38块到40块 是小菜一叠 十座工厂开始投产完之后 明年包括了灰达 包括了AMD 包括了微软 所有的单会全部都投出来 再加上Toyota新的一个订单 再投进去 Sony新的订单再投进来 明年的台积电预计 现在用美元计价 要做1000亿美元的生意 这个是台湾有史以来 第一次有一家公司 一年要做台币 三兆以上的生意 可怕 又起 台积电现在的毛利 也不是太高 五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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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现在呢 大家去算台积电 明年的一个获利 现在为什么投行 所有的散物通通都不敢买 投行他敢买 很简单 后面我们有昨天有跟各位谈 ETF还要再进来 明年的获利48块到50块 哇 所以台积电还是一句老话 下跌你也不用太害怕 但没有想到呢 另外一件历史上的大事 又被我看到了 过去呢 我们都说中国大 台湾小 中国的14亿的人口的市场 怎么说都比台湾 2000万的人口市场要大 所以过去亚洲最大市值的公司 叫腾讯 但没有想到呢 台积电 一家所谓的台概股 到昨天用美元计价 又起它是7700亿美金 不得了 到昨天是7700亿美金 穩坐全世界的第十大 但现在呢 全中国中概股 在美国挂牌的最大叫阿里巴巴 它的市值是1800亿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 叶问里面有一句话 很神奇 我要一个打十个 现在台积电办到了 台积电真的一个打十个 台积电今天它一家公司 台湾的2000多万人的公司的市值 超越目前在美国排名前十名 中概股的总和 总和加起来 叶问的一个打十个 比不上台积电一家 现在真的完成了 但现在呢 中国好回头来谈中国 现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 但现在很多很多的问题呢 现在是只包不住火 我们先来看喔 恒大已经废了 那目前呢 包括了恒大汽车 恒大管理 恒大地产 现在在整个香港法院 通通进入所谓的一个资产整理了 所以呢就废掉了 先放旁边 目前这个叫二哥 二哥叫万科 万科目前的钱呢 也欠不太多啦 他总共欠了人民币一兆2000亿 也欠不太多 但现在麻烦的 钱欠不多 是他家的事 但重点是还不出来 那还不出来怎么办呢 北京据传 最近有三家保险公司 特别一趟路南下查账 他们说要找到解决的一个方法 他们没有让万科死喔 但万科如果真的撑不住 这个该要怎么办 好最近中国在开两会 开两会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很多人都在眼巴巴的看利多 到底李强要翻什么利多 有强有啊 李强说全国的老人家 我特别帮你加二十块的养老金 折合台币是八十八块嘛 全中国的网友都在笑 打发叫花子 但今天呢 我们来看喔 林毅夫 林毅夫现在要出来打鸡血了 为什么呢 两会召开股市没有利多 这两天中国股市又跌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银监会可以禁止 中国的自营商不能卖 老外管不住啊 那老外要继续的来抛股喔 林毅夫出来说不用怕 为什么不用怕呢 中国目前14亿人 我们的国民生产毛额高达126兆人民币 怕什么啊 我们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国家 我们三年内一定会 跨过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门槛 但现在两个问题出现了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 这个叫通缩幽灵喔 现在台湾都一直在说通货膨胀的问题 用的CPI超过3%嘛 没错 中国现在是货便宜 没人要 商场没有人 卖场一路关 哇 这一波整个房地产的一个锻炼 中国地方财政何去何从 这是一件事情 结果大家往内一看 又起问题大条 习近平上台总共12年 这12年过程当中 他每天都说他在做反贪腐 正常来说 国家财政应该跑棒棒 对不对 不对啊 中国的财政 这几年赤字是一路在增加当中 对 很多 不合逻辑啊 中央到地方 你从整个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如果你真的做得这么棒 都做得这么好 你永远都在做反贪腐 永远都在抓很多的一个贪官 你正常来说 你的整个国家赤字 应该要大幅减少才对啊 错 年年增加 这个逻辑要怎么解决呢 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中国没有人敢讲 但各位 这个问题现在在外资 引起了广大的一个讨论 所以今天我们说 何人那么大胆 中国两会期间 现在在北京 三步一纲 五步一哨 没有人敢动 禁经要用禁经证 全部都是大妈 结果江苏出事了 江苏包括了公安部 包括了张家康的政府大楼 蹦的一下 各位爆炸了 在一天内发生的哦 爆炸完之后 中央要押资料 中央要押资料 居然有一个人 我们说 他自己出来自首 谁敢出来自首 他自己说 他名叫袁建宏 他非常的生气 中国对于贪官的问题 毫不解决 他说要还他 包括了工厂 包括他的房屋 他要正义得身 但现在这个袁建宏 到底是真是假 没有人知道 江苏蹦的一下 在两会期间 但现在只包不住火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赤字 要怎么解决呢 难道如同林毅夫所说的 我们一定会进入高收入国家 各位你敢相信吗 一定要一定要 一定要 我刚有公开说 感谢议长的高度 非常谢谢议长 回归市政讨论 有这样子的一个胸襟跟高度 非常谢谢议长 隔一天 两人议会再相见 这心结真的解开了吗 我皮子都释怀了 我 我有卷路过吗 基隆市议会现场暗潮汹涌 加上近期基隆东岸商场争议 引爆一系列的罢免运动 不只律印发动拆凉行动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更说要成立 反制罢免市长的行动小组 这也让民进党议员质疑 谢国良使用市党部来转移 动员二姓集团的罢免行动 据我的了解是没有这样子的一回事 基隆市长谢国良的这个家族事业 基隆二姓被爆出来说 竟然要员工连锁 就要私底下来推动 怎么样这个罢免议长 当然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这个 市长谢国良表面上 跟议长佟子伟好像是握手破冰了 可是私底下这个事情真的 就降温了吗 今天传出来 谢国良搞不好玩良手策略 表面上我不赞成 但私底下其实根本没收手 那另外一方面也被刺激出来了 刚刚讲到这个拆凉行动 现在今天传说 已经开始正式启动了 是又起到昆臣了 当然你怎么看 今天这样的状况 而且又传出来说 原来不止半夜破门 现在呢连这个 基隆东岸广场这个产权 基隆市府都强行去登记了 有个律师就大骂 这根本就是这个 压坏的糟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谢国良 他分明就是这个 人牵手 背后下毒手 他现在跟同志委讲说 你是理性务实的议长 这个 所以这个在议会主持 这个也非常的公道 但是背后还是叫他们恶性的员工啊 还是叫基隆市的国民党党部 开始在做这个罢免的这个议案嘛 所以说这个是玩这个两面手法 除了玩两面手法之外 这个为什么今天这个基隆东岸商场 会有这么大的争议 起因都在于2月1号 那天晚上 这个谢国良就下令警察 这一个下令攻坚 这个直接要强行接管 这个Net的这一个商场嘛 这个引起了非常大的纷争 那因为这个产权的问题 这个Net他们的律师 就是已经跟法院就讲说 这个产权是有问题 那所以呢 这个基隆市政府呢 你不能这个滥用警察权 叫警察直接攻坚 要来这一个等于是霸占 这个属于这个Net的这个产权 那所以这件案子 还在法院判决当中 在法院的判决当中 那这个谢国良不等法院判决出来 他自己就是警察行政权 这个滥用这个行政权 凌驾于司法权 他就先强行接受 强行接受还不够 他还要求基隆市政府地政处 要来这个登记产权 要把产权登记为基隆市政府的 那他这样讲说 这个产权 等于这个回到基隆市政府了 抱歉 这个产权到底是谁的 现在都还有法院在走程序 那一般来讲 所以如果法院在走程序的时候 地政处他是不能把这个产权 再为登记者 不管是登记是基隆市政府的 还是登记给谁 都不行嘛 法院都还没判啊 所以一定要等法院判决出来嘛 那所以今天这个案子 这个Net的律师已经提出异议了 就是说在走法律程序 所以基隆市政府地政处 应该是要等这个法律程序 判决出来之后 说这个判这个主权 产权是属于谁 再来做最后这个产权的登记 结果没有嘛 所以二月一号 这个谢国良先滥用警察权 再先攻击 然后强占了属于Net的产权 那今天呢 这个又叫这个地政处 就是强行登记说 产权就是属于基隆市政府 那这样以后 谁敢跟基隆市政府 这个做生意 或是谁敢跟基隆市政府 来这个打交道 如果今天基隆市政府 看你不高兴 我就叫警察 这个侵占 你这个你不管是民宅也好 你家公司也好 就破门而入嘛 那如果呢 再不爽 我就把你家的产权 登记为基隆市政府的 那谢国良可以这样做吗 不行 但是他做了 他做了 没问题 这什么问题吗 这本来就我家的 那所以说为什么谢国良 把这件事情搞得越来越糟 我是认为 他他不是说 没有危机处理能力 我是觉得 他是把这件事情 转化成这个蓝绿的对决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基隆 那林佑昌 为什么可以两次连任 是因为他个人的支持度 是高于民进党支持度 在基隆老实讲 还是蓝大于绿嘛 对 在这件事情上面 法理上面 谢国良完全站不住脚 基隆市政府完全站不住脚 那所以说 如果按照法理来讲 他站不住脚啊 那站不住脚怎么办 他就把他转化成 这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仇恨值 所以他就讲说 你看啊 这个林佑昌 这个产权有问题啊 为什么这个不回归 给这个基隆市政府 林佑昌讲得很清楚啊 现在还在营运当中嘛 就没有产权移转的问题 产权移转就是 要定薪约 那定薪约就是你谢国良嘛 所以你谢国良 可以去做产权移转 但是要在司法判决之后嘛 因为现在还在司法判决嘛 但是谢国良他就不管 他就先这个拉高这个仇恨值 就是说林佑昌 这个产权登记有问题 现在又扯到另外一个 什么成绩转运站 说什么一年这个权利金 才给五十万 那可是这个我们板桥 也有一个转运站 一年权利金是五十万 因为这个转运站 他没有商业的机制 他不是像一个卖场 或是商场可以做生意 没有他就里面就是 摆几台贩卖机 或是一些小店铺进去而已 所以他没有什么商业机制 他真的是公共建设 他是为了让民众交通方便 就是在那边等公车等客运 有个遮风避雨的 一个转运站的地方而已 所以他为什么讲这些 明明不是问题的问题 他就是要拉高仇恨值 这个做法有点像是高宏安 高宏安他在新竹 他这两年也做不到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每次高宏安的新闻 就是说又出庭了 这个坐以费的事情又出庭了 你看里长都来声援我 我可怜 那只要遇到这个高宏安要出庭的事情 那新竹市政府就开始挖球场 就开始挖那个棒球场 然后就好像是说 就是以前的市长做不好 所以他都是来查币了 然后现在我认为啊 这个谢国良也是采用这个高宏安的做法 高宏安模式 高宏安上升了 就是说你看他这两年做不了什么事情 他还记得这个谢国良 他当初的一个政绩 大家记得最清楚就是说 什么要送狗狗楼 要送电动机车 到目前为止 电动机车送出来几辆 三十辆 三十辆 不是说要一万辆什么的 他原本是一万两千辆 希望能够送出去 但是只有一百件来登记 只送出三十辆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第一个资费高嘛 第一个要绑五年啊 不好用啊 限制年龄啊 限制动限制心不好用嘛 这就是谢国良的政策 他的政见就跳票了嘛 所以他这两年来 其实在基隆毫无建筑 那他怎么办 遇到这种事情 他只好攻击林佑昌 然后把他拉高成这个蓝绿的对决 所以他现在这个也不管了 他就是说 第一个就骂说林佑昌 这个以前这个做得不好 有问题 要送检调 你要讲出送检调 你要讲出哪里有问题嘛 讲不出来 第二个罢免 罢免议长 我从来没有看过是市长去罢免议长 真的 还市长去罢免议员的 我完全没有看过啊 那结果今天谢国良 这个人家借着访问他说 他说没有啊 这个议长很理性很务实 至于为什么恶性的员工要动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恶性 恶性是谁的 就是你谢国良谢家的嘛 如果你没有谢国良谢家 点头说要动 恶性员工怎么动得起来嘛 那所以我刚好在财政委员会 我就要问这个金管会了 为什么很恶性的员工 除了本来的业务之外 还要去帮谢国良去联署 要罢免这个同志委 罢免这个议长 联署单出来都有了啊 而且这个也有崔绍哲讲说 就是这个恶性 要求这个恶性的员工 一个人至少拉四个 要去动 要罢免同志委 那如果说今天谢国良 他说没有这件事情 那你就说好没有 真的没有要罢免议长 也没有要罢免议员 也没有要叫国民党做这件事情 还可以讲清楚啊 但是他都没有讲清楚 通通不要动啊 他都说这是国民党 这是基隆市国民党自己做的 我不赞成啊 对他可以说我不赞成 但是他没有 他就说这是国民党做 跟他没有关系 撇清关系啦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是认为这个谢国良 他就是要升高这个蓝绿的对决 因为这个升高蓝绿对决 对他来讲是有利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讲道理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 你就没有道理啊 就产权还有问题 你为什么叫警察要冲进去 产权还有问题 你为什么叫地震处 就要来登记这个产权 所以如果讲道理 谢国良站不住脚 但是如果讲蓝绿对决 至少五分五分嘛 这个至少动员一下 这个国民党 这个蓝色的这些支持者 对他来讲 他至少有这些人支持他 不会 我看他上次 这个不是被我们 民进党的议员包围嘛 在这个议长的附近嘛 我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议员 出来保护他 这很少见 通常都是这个国民党议员 会至少包围上自己的市长嘛 就是让这个其他人 没办法接近 我看他一定是孤军奋战 我是认为啦 谢国良这件事情 他第一个他没有危机处理能力 他没有危机处理能力呢 他要拉高成这个仇恨值 大家对于这个民进党的仇恨 对于这个林佑昌 但是林佑昌支持度比较高 所以他对林佑昌大概没有办法 他就是拉高对于这个民进党的仇恨值 这个开始呢高宏安化了 开始讲说前朝哪里不好 前朝哪里不好 但是这对于市民来讲都没有帮助了 这两年过去两年 基隆已经虚度两年 在未来两年有可能一样 这个这两年又过去了 基隆没有做什么事情 不过这个就行到冠庭了 现在罢免大战感觉上 市长跟议长好像 已经握手破冰了 可是没有啊 感觉暗潮汹涌啊 有人讲说要罢免议长 谢国良根本还没放手啊 然后呢这个另外这个拆良行动 现在也据说今天要开始全面启动啊 那所以这个到底将来 会对谁比较不利 那今天谢国良突然讲 成绩转运站 他本来不是讲吗 林佑昌有问题 我要查 今天讲 这个成绩转运站不行 我现在要拼这个 7月要开始启用 现在是怎样 现在是在转移交点吗 你怎么看 整个基隆现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 这个恶性是一个 1234的恶性 也可以是恶劣的恶 恶性循环也是恶性循环 为什么 我先讲恶性这一题没结束啊 针对议员明确的爆料 讲说被动员恶性的员工 一个人抓四个人 来罢免议长这事情 要给一个交代 后来是国民党部出来担 国民党 基隆市长部 诸位出来讲我们做的 首先第一个 那个执政 他现在是执政党 对 基隆他是执政党 是啊 执政党的党部 要罢免议长 这不对啦 姑且不论 太荒谬了 大家不可以讨论不对 但你来担 也不对 为什么要讲也不对 这证明什么是 恶性不是谢国梁可以指挥的动的 是中国国民党指挥的动的 金管会 听好了 金管会听好了 中国国民党 基隆市党部出来说是他们发动的 而根据现在的录音 根据现在的资料 恶性的员工被指挥 要帮谢国梁或者是国民党 都好 罢免这几个议员 金管会要不要查一查 金管会要不要查 这样子的银行可以干这种事吗 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嘛 对 我跟你讲啦 背后没有那么笨啦 家族这个家族企业是谁的 谢国梁的嘛 金龙二姓在金龙谁不知道 而且有没有前科 2022年 谢国梁在选市长的时候 二姓的学校 中学 老师就被传出 你不服选喔 就不续聘 当时这都有闹上新闻 当时爆料的几个议员 后来谢国梁没告他 后来只有轻描断写 请发言人出来讲 没有啊 不是强迫的手段啦 这在选举未必是加分的 所以谢国梁绝对不会这么做 跟现在好像 很像喔 就是都不是他做的 都不是他做的 所以 滥用二姓的资源变二姓循环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嘛 好 再来 谢国梁跟同志委 这个握手是拍给大家看的 因为国民党内有脑筋人都知道 你执政团队跟议长这样对干 是不对的 所以他必须要拍这个画面嘛 但你背后有没有多讲一句话 我不支持罢免议长 他前面最一开始有讲 最开始有讲说 我不赞成 我不支持任何形式的罢免 任何形式 但那句话应该是包含 罢免谢国梁本身 包括罢免谢国梁本身 国民党现在都说是什么 国民党现在讲说 是你们民进党 你们民进党先要罢免 谢国梁我们才反制 没有啦 我们不是用官方啦 我们也没有去主导 我们也没有任何党公职出来 讲说要罢免 可是国民党是 直接撈兵枪 对 国民党要罢免 没有 这是比较奇怪啦 做他们自己去承担 但是我觉得硬拗下去 已经拗到很难看了 我说真的 谢国梁其实成功的 让大家转移焦点 嗯 前面跟你讲说 我们东区的商场 对不对 然后呢现在又跟你讲 一个成绩转运战 对 这两件事情对 不是其他人来讲 这两个事情 我们根本搞不懂 什么东西在哪里 那突然冒出 成绩转运战 还有人以为就是 东岸商场 是同一个欸 很多人以为是同一个啊 我简单一句话 让大家知道不一样好不好 现在画面看到了 这个商场啊 是商场 这个是商场 是商场 就是微风 内特事件的商场 但是成绩转运战 是在火车站旁边的 一个巴士转运战 然后呢 这转运战呢 超荒谬的 林佑昌时期 其实这样招标就很困难 流标四次 因为无力可图啊 后来去招商等等 终于有厂商愿意 而投标 没错 这个案子 林佑昌卸任的时候 工程进度达到 百分之九十九 九十九%的工程进度 谢国梁上的一年多 永远工程进度 网路上那个数字 一直停回在九十九 一直不动 一直不动 你在干嘛 这个事情 后来你去查相关新闻 或网路上基隆的论坛 很多民众在抱怨啊 国光客运的 搭客运的民众 到了总站之后 还要走路 才能到火车站 而现在这一个 转运站 现在就设在火车站旁边 让很多 刮风效应不用运喻嘛 比较方便嘛 你放在那里九十九% 为什么不运运 没错 结果 国民党现在怎么骂 骂说 林佑昌 你这个成绩转运站 有问题 我们去查了 招标的厂商 没有相关的经验 你可以看一下协力厂商 留标四次 这个团队 他的协力厂商 是国光客运 所以怎么会说 这团队没经验 然后再来 这样子的一个成绩转运站 他就真的很难 赚钱嘛 不然怎么会招标四次 不是没得标 有利可足 大家就去标一下 没错 他就知道 可以谈个人进阁 投标一下 不好赚嘛 不好赚啦 所以错过来 这个案子放在那里 那县管理人就出来 骂 权力金有问题 设计不良 厂商背后有问题 结果 没关系 你有问题 有问题到底 结果现在突然 说七月要营业了 七月要完工了 他说七月要启用 七月要 突然还说 七月要拼 拼七月 你刚说已经九九趴了 九九趴拼 拼那个一趴 你就一年多为什么不拼 又喜 结论 谢国梁现在知道民怨的反扑 所以他现在做很多弥补的动作 但是他最后那个面子拉不下来 所以 现在他跟议会的关系 我认为还是很紧张的 不过 现在基隆 会不会真的这个罢免大战 在闷烧当中 可是呢 最后到底会谁得利呢 紫燃之声政治记者 尚义夫说 如果基隆 真的这个 罢免大战搞下去 搞不好最后 民众党 N加1就在基隆实现了 可不可以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柯文哲喊了一个 2026年N加1的这个战略 就没想到 才一喊出来 党内立即炸锅 而且呢 现在传出来 民众党国会助理跑光光 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蓝营呢 趁这个时候呢 赶快补刀 好 柯文哲的2026N加1 就是说 2026年的这个 呃 县市长啊 地方议员选举 然后要勇敢提名N加1 在目前 已经有民众党议员的区域呢 在家一起去跟他们抢 然后在没有议员的区域呢 则是勇敢在提名议席啦 结果呢基层呢 现在的议员当然炸锅啊 你要找人来抢 抢我的票嘛 所以柯文哲马上改口 哎哟 还没决定啦 那当然我们这个 在座的林涛说 民众党的问题 不在加1啦 是他连N都没有吗 那媒体的黄伟翰 不这么看喔 黄伟翰说 民众党目标应该设在 村里长草千里 议员上百亿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全台湾有910位的 这个议员嘛 160个选区 然后呢 只要每个选区 民众党稳健提出一位 跟柯文哲 或民众党有关联的议员 你还怕 没有8%吗 但是 重点在民众党内部的问题啊 听说民众党 现在我们刚前面不是讲 民众党现在怎么感觉 是变成不用 没有用的巴喜 国会战利弱 助理跑光光啊 这个媒体爆料说 立委办公室 本来可以请8到14位助理吗 那平均10位来算 那这个前 这个民众党立委不是有5个人吗 那5间立委办公室 就有50个人啊 结果没想要选完以后呢 两名这个立委办公室的助理 是全数不留任 那剩下三位前立委呢 的办公室呢 最多也不超过4个人 所以留任率 顶多只有25% 但柯文哲怎么讲 至少这一届有进步啊 有25%这个留任啊 问题是 现在的这个民众党立委 不过才第二届而已啊 好 那这个媒体人吴史佳怎么讲 因为柯文哲没有道义跟诚信嘛 立法院助理跑光正常啊 他说柯文哲先把民众党中央 跟自己的亲信塞到立法院 最后再来问这些原本的助理 那你愿不愿意留任 那最后这些愿意留任的人 还要重新面试一遍 所以呢给人感觉就很屈辱嘛 谁要留下来呢 但是大家以为 吴史佳跟柯文哲有仇吗 告诉你 民众党不具名的幕僚也对媒体抱怨 证实了吴史佳的说法 他说柯文哲呢 之前承诺的立法院的助理留任制度 被他们发现 根本就是空转了 根本就不尊重立法院的专业 而且呢 还这个痛批啊 民众党的文化 柯文哲就是笃信外来的比较香 所以谁还愿意留下来呢 那最直接的例子就杨宝珍啊 而且呢把杨宝珍逼走之后呢 现在民众党要找接班人 结果呢这个真才的这个 秋之网站上这个职缺曝光了 这个党团文宣副主任 党团法案副主任 啊不就是杨宝珍的位置吗 说工作待遇灭疫 但经常性的薪资哦 达4万以上 所以就有网友大酸 民众党副秘书长 许府一个人就可以耍拿12万 啊你们这些其他人 这个都比照基本薪资 还有网友说 哎内部你什么副主任 这种都找不到人 不是民众党吗 这也太可悲了嘛 好那就在这个时候传出 蓝营还来挖墙角 然后呃不只是这个有跟这个 呃杨宝珍谈想要跟他谈哦 而且已经延来了民众党 Z9吴达伟 吴达伟是谁呢 他出现在高宏安的这个助理费案里面 然后那这个呃吴达伟也认了 然后他就是受到这个 呃国民党市议会党团书记长 陈伟杰的邀约新北市的 然后去担任他办公室的这个顾问 然后那吴达伟怎么讲 我没有民众党职身份 我现在虽然是党员 但是我不需要跟谁先报备吧 所以态度已经这个 非常的这个清楚了 但是呢就请到这个林涛 你们也太瞧不起民众党了吧 你觉得民众党的问题 不再加一次连恩都没有吗 那基本上我觉得 如果台湾民众党不管是杨宝珍 还是这个吴达伟 立久 愿意来继续在这个政治圈里面工作 我觉得蓝营当然是 不管是立院也好 立院党团也好 举双手来让欢迎啊 不是台湾民众党你自己去看 这一任有进步流任25% 代表四分之三走人 那你到底出什么问题 你是薪资不够 还是其实大家担心 在这个相关的党团会设罚 或者会违法 对不对 之前不是有违法吗 那还是担心在整个的过程中 没有办法跟战狼 陈志涵一起工作 这三种都有可能 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其实不然台湾民众党 或柯主席要想一件事情 他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柯文哲的票 没办法转移到这些议员 或现实所长身上 为什么 因为2022已经测试过一次了 在桃园我就举例嘛 他的台湾民众党的 这个现实所长派出人 后来选择4.01 我跟这个现实所长 真的有私交 但我必须讲出来 就没办法转移柯币的票 然后这些各选区的立委跟县市议员 也没有办法 连跨过这个门槛也没有跨过 那你要怎么说 就这个大家就觉得说 没关系 我2022就撒下去 就一定当选 我告诉大家 不可能 因为你磕的票 就是没有办法转移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 我们知道 要叫大家去扩张板块 不管是去艰困的选区 义无反顾 勇敢的提名一席 你要有战将啊 还是看人啊 不是说你今天挂了 你台湾民众党出去 然后随便派个人都会选 没有现在选民都是看人 你有没有人真正做事 你有没有战力 对不对 冠廷 你有没有战力 大家会去看 像林涛有战力 不是像冠廷 所以我就说 大家会看你本身的这个特质 那你怎么对待这些战将 蔡壁炉 你把它割出去 杨宝珍 你把它丢出去 然后李友宜 你不要他吃尾牙 那这些人会让你 不是我们尾牙好几个场 有遇到这个李友宜 李友宜就是吃不到 台湾民众党的尾牙 那你这样怎么办 这些战将会为你战吗 怎么办 都送给国民党啊 对 其实我觉得 恩嘉一 因为他们来国民党 也不一定会去选举 因为选举 我们自己本身也会插锅 所以知道评估 尴尬了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 要细致的政治操作的 我觉得台湾民众 提出恩嘉一 没有了解国民党 当初提这个架构 他的逻辑在哪里 因为国民党 其实在很多选区 原本就五席议员 六席议员 有一些已经是十届 九届 他想要交棒了 所以我们嘉一 让年轻人有机会挑战嘛 初选的时候 或是真正大选的时候 让选民决定 谁可以留下来嘛 所以那就有N嘛 因为我们N要五席六席 那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十四席 每一个人都没有重叠 一个去一席而已 然后几个案例 当时候在北投黄敬寅 为什么黄敬寅学姐她讲说 这个党中央配票要配好呢 因为她当时候跟陈思宇选 两个差点都掉 她是因为后来声量拉到坚主 不然两个都挂掉 所以我说真的 第一个 你要大家在传说N加1 你千万不能为特定人士量身打造 不然大家会反弹啦 大家讲说你为了某某某说 他一定要当议员 然后你不让他去开枪壁图 你要去原本的优势选区 哪有这么爽的啦 我也是直接出去 我也不是再超级优势选区 直接出去选嘛 第一个你不能量身打造 对核心圈绝对不能太保护 第二个重点来了 蓝绿可以N加1 因为他有N 所以我才能讲说 我建议台湾民众党 重点是你要去N 你千万不要在现在既有的 14席选区 你去提名加1 因为会全挂的啦 14席一定跳脚的 会挂得很惨 而且我们知道国民两党 在提N加1是 现在有一些很资深的 他想要换界 想要交棒的嘛 那你这是14个 超级多年轻优秀的 陈思宣不是吗 陈佑神不是吗 你要派人去跟他站吗 他们帮你 郭文哲讲对啊 要加1啊 找一个去跟他们站啊 为他们感到不值 因为小草大家这么认真 没有这几个年轻的帮你拉 早就挂了啦 所以我觉得N加1 党内就过不去 然后呢我觉得台湾民众党 没有想出一个逻辑 他要创造的是N 不是去加1 让你全部十字席再调 不过林涛苦口婆心的建议民众党 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他们会照着你的另外一个方案做 会对作 你一定是戴着面具啊 我今天超级执名 在给他们超级好的建议 但是就请到这个仁俊啊 当然这个N加1是引发了反弹 可是黄伟瀚 这个林涛说你连N都没有 可是黄伟瀚不是这样子啊 黄伟瀚说草千里 推上千个里长候选人 上百亿 推上百个议员人选出来选 怕没有8%嘛 那当然他看法不一样 你怎么看啊 而且这个很严重耶 民众党国会战力就很弱了 你前面几个立委的助理 好不容易培养出来 怎么会跑光光 没有人留下来 留25% 柯文哲觉得很了不起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先讲喔 就是说每一次的选举裡面 这边有国民党也有民进党嘛 那每一个选区都有派出议员 或者是这个反正挂党出来参选 谁保证每一席都上 一定有落选的嘛 那这些被推出来用政党挂旗子 哪一个不是背着自己的政党出现 所以有关联或者有什么的 那现在这次选举要选择 一定也会扛民进党这个赖清德 扛蔡英文的旗子啊 那谁保证一定上 所以是不是代表有这个东西 你看到最后会怕没有8%吗 我不知道他的8%是不是说 我有没有可能 会难道会在这个910个议员里面 拿到8%的席次 还是160区 因为其实老实讲 议员跟选区 不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我其实老实讲喔 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林涛让我觉得怪怪的你知道吗 因为国民党应该要支持他提啊 你就大量提嘛 议员虽然是多席次 这边都有议员选上的 你问他拼议员多拼啊 每一票都不敢掉啊 顾自己的妆顾得要死啊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分票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分掉就输掉啊 所以居然会 可能他建议有他的想法 但你真的回到物实上面 回来看你就会发现到 连林涛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你今天用这种星火燎原到处去撒 然后就说我难道就会没有 会怕没有吗 我告诉你可能真的就没有 到时候全军覆没就求大了 就挂掉嘛 因为很简单 这个要走组织啦 要走组织啦 你如果没有 你要心里算 民进党敢讲说 他每一个全部都加一吗 没有啦 民进党最擅长的 其实我都讲嘛 他最擅长的就是我精确的 能够算到多少票 最后告诉你我全雷达 该我拿到的我一席都不掉 这个叫做选战 这不是评论的 不是凭空想象 会怕吗 你当然不怕 因为不是你选啊 是别人要选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回到物实上面来看 就是说 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说 你今天14席 宣问那14席的意见 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我如果只是要开疆辟土 我开疆多出了 我可能多开出了五张票 五张支持 五个支持者好了 可是我却多一个人 来跟我分啊 那我自己的支持者 会不会也被分掉 因为你也代表他 你也代表他 那我在这两个里面 选一个 所以为什么刚刚讲说 对议员来讲 他绑得更紧的原因 就是这样 他也怕被自己同党的分票 当然啊 同党的来会分谁票 当然分自己票最多啊 所以你就回来看 就是当柯文哲说 你看至少这一届有进步 有25%留任 我老实说 我对于他给予高度的肯定 为什么 你在想想高宏安 那个事件的时候 他的助理换过多少批 那不是只有这一届 你换到这一会期 留下多少个助理 我们回来看 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要认真 好好讨论一下 如果民众党真的在乎的话 在这边也有助理出身的嘛 也有人是需要助理 立法院助理多难找 你知道吗 真的 如果他今天是已经在立法院里面 担任过助理 我告诉你大家抢 没错 谁会把他推出去 你居然说 至少这一届有进步 有25%留任 那留下来的是能用 对不起我这样讲 还不太对啊 就留下来是哪一种 你外面请来的是哪一种 不是代表外面有一个请来 什么外来的比较香 没有香不香的 在立法院没有香不香的问题 只有他适不适合的问题 法案助理多难找啊 对 不是每个都做公关助理啦 没错没错 法案助理很难找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 每一个委员 尤其你再回来看柯文哲 柯文哲在今年的这个立法院 他不是有讲吗 哎呀民众党开销很大 为什么 因为立委增加 所以呢我的助理的人数要增加 所以呢他不是有讲到说 哦你看是我去贴钱啊 是国会寄生我 你再回来看就说 不对啊你的人都跑差不多了吧 就五个里面跑四个 其实这个不具名的幕僚 他讲的是所谓的外来的比较香 因为对立法院来讲 陈志涵你们现在都是外来的 但问题是外来的能不能适应嘛 我就讲立法院 我们现在在看的 立法院不是公大佛的啦 他是真的 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你知道那个助理啊 如果像这个委员 如果有有换的话哦 你知道那个还 就是原先这个委员的助理哦 你知道多少人早就在抢了吗 对 选举结果一出来 这个一定有去抢啊 对对对 通常这个选举确定之后 这个赶快要去抢 真的 不然好的会抢不到 立委助理真的很重要耶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会去说 去说你的这个什么 什么助理费哦 说什么给你三四十万 什么建议你什么十到十五人 你一定知道那个扣打 一定不会这样 为什么 你说一个五万块要留住一个资深的助理 我跟你讲你还真留不住啦 嗯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你的留不住人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今天他不愿意待 还是你的环境不适合他 民众党没什么资深助理 他立委不过才说四十年啊 没有啊 就一次而已啊 他们的助理也是到别的地方去挖来的啊 因为他会去挖别的助理嘛 所以我就讲这个助理的圈子 是大家都知道啊 对对对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 当你今天出来讲说 至少这一届有进步 有二十五%留任生 我就我就可以断言 柯文哲根本不care 立法院助理是怎么这样一个状态 你要丢给党团 像这种都是要想办法留任的 不过看起来啦 五个委员 站立比不过一个黄国昌 你就知道他的整体的生态是这样啊 所以我今天其实比较回来务实一点看了 就是对民众党本身来讲 现在其实都是在虚花啦 都是在塑造那种一日性的议题 跟一日性的新闻而已 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搞清楚 该怎么办 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包含到说 你今天要去找党团文宣副主任 党团法案副主任 我老实讲 我真的很少看到 是在求职网站上面找的 对啊 这种东西怎么会在求职 柯文哲补牌选啊 这种东西这是要找内部的人啊 有关系去找啦 对啦 哪有在网站上面找 可是我要提醒这些应征的人 小心哦 看看杨宝珍牌选的结果 柯文哲有重视过海选的人吗 党部可以这样玩啊 党可以这样玩吗 你甚至可以发报 副主任耶 党团 你真的以为就是说 这种东西是可以到什么求职网站上找 我真的很少看到这种 这个完全不懂立法院啊 我就讲嘛 这边有新科委员嘛 就是你今天要就任之前 一定就是赶快去找人了啦 没有透过这种 没有什么海选的啦 人才济济 不是用在这个地方 但我觉得可能会有突出啦 所以你看今天像历久这一种 就是说你看他讲的是什么 我没有必要跟谁抱贝 因为我没有党职 我认为他讲的是凸显了另外一个民众党的问题啊 就是在民众党文化里面 你有选上 有选上就代表你是个咖 那你如果没有选上呢 你又没有党给你职务的时候 你在党里面的角色跟定位到底是什么 之前民众党大量吸纳人进去的时候 因为很简单有一批人其实是因为 他在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初选里面 他没有胜出啊 他没有参选机会 他真的很想选举 那时候他觉得我到了民众党去里面 还有机会 我就有机会 可是选后呢 一个一个离开嘛 留下了多少人 如果这些选将也是这种离开法 助理也是这种离开法 你告诉我在基层帮你打仗的 都是这样子离开的话 那你说你有什么一个组织战 再重新靠一些新的 所以我就想尽办法新火燎原 我还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 国民党跟民进党 为什么不再用这种方式来做 因为很简单 他知道他创造出来了 其实不是当选的席次 那个几%几%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没有实质意义耶 就像民众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有八席 真正分散到各个委员区去之后 他有多大的力量 我觉得那才叫做务实性的问题 好的我们来看到 现在25岁到35岁的台湾年轻人 有的新的代号 叫做想世代 但是这个想世代的威力不容小觑 因为他已经引爆了台湾 好几个产业的兆元商机 只是我要请教敏宽 我不懂的是 这个想世代 他们现在掀起一种 最后一分钟的即时享乐风 什么意思啊 台湾350万人 一个月薪水领3万块到4万块 但他们有个好处 他们把钱全部通通花光光 我问各位 350万人一个月花3万块 是不是刚好一兆 真的 是不是刚好一兆 就这么的简单 所以呢 现在问题在哪边呢 问题就是在于 这些想世代 他们在想什么 而这个社会 未来他们要怎么做 他们做任何事情 精打细算 而且出国玩 出去旅游 都会撑到最后一分钟 好我们现在看这件事情 现在我们台湾呢 因为我们台湾拥有全世界 最奇怪的所谓的政治传统 我们立委跟总统同时选 立委选完二月就上班了 可是总统要520之后才能上班 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看守内阁 那看守内阁呢 现在我们说看守内阁 现在往好处想叫做一次性处理问题 把垃圾全部都扫掉 但现在还是要一次性的让民怨 一次性的一个爆发呢 我们现在谈店家 店家我个人支持一定要调 因为我们台湾长期 就是把店家押住 那当然我们台湾的通膨 没有国际上那么严重 最近在涨挂号费 涨挂号费也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要涨挂号费 因为台湾迷信大牌医生 迷信大牌医院 所以很多人小病 就跑到大医院去 变成整个资源的一个牌挤 那现在呢 大牌的医生我客人多啊 我就把我的挂号费往上调 很多人看不行 就会往外走 但现在也有很多人很担心 所以呢 店家挂号费 现在都有民怨 结果没有想到最近内政部呢 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宣称 他就说呢 我们一直跟各位说 台湾的高房价是低生育的 最佳的促进季 对不对 他说没有啦 低生育率跟高房价 完全都无关 所有的专家 他现在通通都傻眼的 好回头来看 这是泰勒斯 泰勒斯在新加坡办了六场演唱会 真的是太夸张了 为什么呢 据传新加坡政府海削一百一十七亿台币 结果呢 大家突然间发现 新加坡政府不但是补助给了泰勒斯 还包套 他给了一个最新的超级豪华组合 这个最新的超级豪华组合 又起我先说 我如果知道有这个我也去了 为什么呢 他说不含机票 一碗的五星级饭店 加上VIP的一个套票 要价台币十一万五千元 各位 这索费不支耶 十一万五万 卖光喔 卖光 甚至于还有假票 为什么还有假票呢 泰国还有网红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两个网红抱在外面哭说 我们买到假票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看 为什么呢 这是泰勒斯的演唱会 大家能够进去看了 就再进去看 外面也会做实况转播 但我们不得来谈几件事情 这几年 陈其迈 陈其迈当然前几年的 基本工作的还不错 没错 但现在我们发现 台日韩的夯团 接连来到台湾登场之后 高雄的演唱会 最近真的是发大财 真的 从Blackpink开始 一直到国外的 陆陆续续的来喔 那重点是在于 全台湾明明现在有十颗巨蛋啊 对喔 台湾有十颗巨蛋喔 现在新北市还要再盖 而且先跟各位谈喔 台湾在盖巨蛋 完全就是想什么做什么 全世界在盖巨蛋很简单 开在荒郊野外 停车好停车 以后地方可以促进繁种 我们台湾特别怪都开在市中心 这个其实不对的一个想法 各位可以去看教科书 教科书里面有喔 那我们说为什么高雄会办的特别好呢 有餐馆 有饭店 有捷运 政府也积极配合 所以呢最近高雄真的是靠所谓的演唱会发大财了 但尤其讲实在话喔 我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啦 我也比较忙 演唱会其实我都没去 所以演唱会各位是谁在去的呢 原来演唱会是即时享乐世代喔 这个350万人 这350万人呢 他们这个是最后一分钟的造元产业喔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他们最敢 他们也最愿意花 重点是他们年轻75%都未婚 先跟各位谈喔 我一直对盲盒很反抗 因为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我买什么东西 这里面有什么我要知道 可是这些年轻人呢 这些所谓的想世代 他们买盲盒不手软啊 比如说公仔 这个公仔的又起 你今天花1000 2000 3000 你买了什么娃娃里面放什么 你不晓得 打开的那个刹那 你才知道 你才会知道喔 所以呢 未知公仔带来的一个惊喜 这个叫个性化的一个收藏喔 所以有一家叫泡泡马特的盲盒 席卷的年轻的一个世代喔 居然在全台湾还出现了 手间的宝可梦的一个中心喔 推限量商品很多人还去抢购 那我们说这些想世代可怕的地方 在哪边你知道吗 他口袋不深喔 他花到晚 他花到晚 花到晚 当然 那月光族不花完 哪叫月光族啊 对 感谢他们刺激经济啊 对 然后呢 新光三月抢进的年轻世代喔 2023年的营收 居然来到945亿人 创新高喔 然后呢我们家 像我们家喔 我们家每次喔 他们去做整个所谓的密室探索 一次去就是三个 那我都说那些明明就假的 你们要去密室探索了 他们说他们半年就会换一次 有新的主题 有新的题材 有新的破解的一个方法 一次去还索费不支 就他们就一直去 还是愿意花那个钱 还是愿意去喔 还是愿意去 同一个地方重新做 然后呢现在好多人呢 会做很特别 例如说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 宝可梦城市对不对 宝可梦真会做生意啊 他有一些宝可梦是 你要在特定地点 你才抓得到的 这是我们在台南抓到的 这些宝可梦 本来要去纽约才抓得到 喔 所以台南喔 他先说喔 2024年的3月9号到3月10号喔 这个是城市限量的喔 所以好多人 特别坐高铁一趟路 跑去坐 跑去抓宝可梦 然后呢 抓宝可梦呢 他们还发帽子 还有限量的一个餐盒 你有没有发现人山人海 真的耶 你说奇怪 怎么吃法区的人敢这么多 你现场里有看到一个六个吗 没有 通通都是年轻人喔 很多人是特别一趟路坐高铁去的 就是这么神奇 好我们再说喔 台北现在开很多很高级的店 很高级的店 我们不是消费不起 我们也都去看过 但有时候去看真的夸张了 喔 不管是现在最高级的puffet 最高级的日本料理 法国料理 什么意大利料理 台北现在好多人都说喔 那些高级料理店 你没有定位子 你去 绝对没有 对 没错 很夸张 先说非常的夸张 但现在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原来敢花钱的 这个叫沉浸式的一个用餐 什么叫沉浸式用餐 沉浸式的用餐 我刚好特别跟各位说嘛 我今天有一个主题 我今天的主题是起司 全部都是起司 我今天的主题是和牛 全部各位通通都是和牛 我今天的起司 我今天的主题叫做地中海风 全部都是地中海风 然后他做出来呢 他一定要做得漂漂亮亮的 让你能够觉得冰至如归 你下次办新的主题你才会去 而且这些餐厅 他们有个共同的点 什么点 贵到不行 贵到不行 所以呢我们目前的一个餐饮呢 成为台湾第八个兆元产业 我们目前的餐饮一年 一兆两百亿 一兆两百亿 重点是呢 还一票难求 那些很多特殊厨师 你那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你知道那个厨师 或者是那个 那个主站在那个地方 那个我们日文叫大将 叫得出名字来的 你没有预约通通买不到 然后里面的酒 好一点的酒 越贵的酒 你没有预约通通都没有 夸张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 包括了像美妆 包括像美甲 包括像精油 包括像舒压材 然后呢 这个之前曾经流行过 为什么呢 因为二十几年前 三十几年前 这个盐灯 低精油 曾经有流行过一段时间 最近又流行回来了 改变气场 首部彩绘 所以简单地说 目前这些所谓的享世代 你只要让它能够开心 你要只要让它能够满力 放心 它口袋的钱 每个月赚的 全部通通放到桌上 你都把它收走都没关系 只要让它开心就好了 但这种最后一分钟的即时享乐 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 真的就见能见知了 这么多的 谢谢观看